我年輕的時候 徘徊在十字路口的時候 有時候比如說被分手好了 這個人真壞 好想賞他兩巴掌 好想報復他 那個時候還沒有臉書這種東西 也沒有辦法爆料什麼的 我不知道耶 也許在那個非常非常生氣的當下 我覺得人都面臨了兩難的抉擇 你要不要去衝動 你要不要去失控 這樣子 其實我是一個蠻保守的人 遇到了這種兩難抉擇的時候 我雖然會爆氣 但是我會去想到未來 我真的會想到未來 我這樣講很好笑 但是我才二十幾歲 我這樣以後我如果成為有名的人 我現在的衝動 就會成為別人爆料的一個理由 所以我不可以 我彷彿那時候就覺得 我會是一個成功的人 但是的確蠻有用的 對啊 我就會忍下來 或者是算了 我很討厭那個時候的自己 就是我怎麼會這麼的 原來我會有惡念 我會想打人 我會想要保護等等 我其實在這個人生過程當中 講到修養 我覺得我可以給自己蠻高的分數 但是講到唯一如果有挫折就是減肥 我腦海中還是幻想著我是年輕時代的那個女孩兒 我腦海中還是會想像就是我自己可以稍微漂亮一點 秀一點 穿衣服好看一點 可惜 就是始終做不到 然後它就一直成為我的遺憾 然後怎麼做 越遺憾越做不到 然後越做不到越遺憾 然後這就成為我最不喜歡我自己的地方 不喜歡到不想照鏡子 然後所有的鏡子我都會掠過 假裝沒看到 然後拍照也非常的害羞這樣子 可是後來我心裡想 好像這樣已經很多年了 就是一直在剪 然後也剪不下來 我為什麼要讓自己在這種地獄裡面 我就接受了吧 我就接受了我現在的身材 就是當年我看我媽媽覺得 你怎麼這麼不自律啊 的那個狀態 那我接受了 然後以及 我就放鬆了 然後我完全的 我覺得這是上天給我的考驗吧 他要我Focus在比較內在的部分 好吧 我順服 那Focus在內在的部分 我就 當然會比較精進我自己啦 那近期的那個自媒體興起之後 我有我自己的粉絲頁嘛 那我跟我的粉絲的互動也很好 我在裡面貢獻我自己 他們也都體諒 他們也都體會到我的好意 那我覺得這樣的互動非常的正向 就我也覺得我很有貢獻 那 當我Focus在我的內在 然後我又 被肯定了我的貢獻 我就很愛我自己 我覺得 人生到了這裡 我扮演了一個我很想扮演的角色 而且 好像大家也蠻接受的 然後沒有 沒有 一時興起之後 又覺得 不用 不需要我 我覺得沒有耶 好像分量有點 越來越好 越來越足夠的感覺 這個就很棒的一個過程 我想我得到了 真正的成功應該是這個部分 晚安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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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krainian 威視聆